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 2018台南凤梨豪笋记龙奇唱活动今天开幕 除了农特展与美食秀之外 曲公所也与产业结合 规划系列的主题趣味创官 在削皮竞赛中 最长的竞达224公分 打破三年来的大会记录 今天的产业文化活动 在当地知名的文恒店签举行 由古乐表演开场 立委王定宇 事议员曾王牙云 以及各界贵宾等都应邀与会 联手节目 随后孔雀 灯笼舞 还有社区 学校等才艺节目接力登台 上千人朝陆续涌入 气氛热烈 王定宇指出 龙奇虽然未处偏远 却拥有世界级的白额泥岩地形 相当迷人 堪称南关县的花园 以观光带动发展 加上优质的凤梨 竹笋等产业 前景可期 为行销地方特产 区公所还规划了消费满额送的主题趣味游戏 包含凤梨博杯 凤梨削皮与凤梨套圈等竞赛 民众热情参与 成功带动买气 凤梨削皮并非判速度 而势比长度 由报名者各自展现绝活 连龙奇区长萧秀 花野小事伸手 非组丈良 统计后 当地农民李昆台 以224公分拿下全场冠军 刷新这项比赛开办三年来的最佳记录 精湛的刀工 令人赞叹 至于凤梨博杯竞赛 也是吸引大小朋友参与 由龙奇区的姚美芝 已连续五个圣教夺冠 开心扳回最大奖的42寸液晶电视 萧秀华说 龙奇虽然是台湾人口最少的行政区 工作在有限的经费下 仍全力筹办产业文化活动 三年来 都吸引上千民众参加 成功推广地方特色